结婚的前一天 无意中发现了他和以前兄弟的聊天记录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骗的人 他是单亲家庭你知道吧 缺爱 所以我哪怕对他好一点点 他就算赶着来舔我 真的 我曾经以为是他拯救了深陷泥潭的我 结果他把我耍得团团转 我以为我遇到了爱情 然而所有的真心早就喂了狗 苏妍回家的时候 没在客厅找到我 果然上了楼 卧室的灯我只开了床前的暖光 往摇摇叶叶的灯影里缩了缩 我就这么暴毙等他 我怕他发现我当哭过 那样就没气势了 他从身后将我揉住 闻我的脖梗 他的身上有柠檬糖的味道 我就开始想 他是不是结婚的前一天也在外面乱玩 不然哪来这么甜的气息 我猛的睁开他 照不明朗的灯光映在他的眼眸里斑驳不清 他只是轻轻调眉 老婆 只副蹭过我的眼角 聊过我的皮肤一样 哭过了 我不喜欢他这么会察言观色 就像他凭着这项技巧 把我玩得团团转一样 宿渊 我们还是不要结婚了吧 我说完 他看着我愣了几秒 然后在我反应不及的时候 捂着我的嘴 将我压在沙发上 关上灯的动作一气呵成 我和他一同陷入猝不及防的黑暗 他的头发蹭过我的颈握 聊起了一片痒 我开始呜呜的踹他 他双腿就夹住了我的膝盖 嘘 不要说了 老婆 黑夜之中我才发现他的嗓音早卷上了呀 低沉而颤抖 那段聊天记录 你看过了 他果然聪明 一下就猜到为什么 有陌生人将他曾经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发给了我 里面的内容就如同一个猎人 怎样盯上一个恋物一样恶心 他说跟我在一起那么就是因为我很好骗 他说我比其他女孩子好哄多了 过了情人节打折的玫瑰送给我 我都能爱不失手 他说我送给他的手支围巾 他一次都没带过 太土了 他还说他玩玩而已 我当真的样子 真的让他觉得很好笑 那些都是P的 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锁骨 潺潺潺潺的绕过我的发肩 他粗不及防地咬了我一口 不中 却猛的牵扯我的思绪 截图很多 手机屏的时间也有 而且那时候发生的事很多都对上了 鬼才信是P的 我的手捏到他的后颈 想把他乱蹭的脑袋给提起来 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我挺好骗的 宿冤 耍我就这么有成就感 黑暗中 他固执而沉默地抱着我 其实想想 我们刚在一起那时候 他发的朋友圈就只有我一个点赞 我们的共同好友也有 可其他人从没点过 我还傻傻地以为 我在他心中有多重要 可不可笑 那只是他应付女友的一个手段 不刚明 骗我够了 昨晚我们是分房睡的 时隔两个月零三天 第一次分房 我做了个称不上好的梦 把尘封了很久很久的记忆 一股脑的唤醒了 那好像是我刚和他确定关系的时候 我们约好了去才开的游乐园夜场玩 图书馆前见面 我早上就开始打扮自己 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 是有逗亚衣平时不声不响的我 今天能有这么大动作 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到 第一次约会的我心跳如雷骨 可是我等到了路边的街灯接连亮起 还是没等到他 我在秋天凉薄的风里 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 电话里的他满是歉意 跟我说做实验忘了时间 后来他兄弟说漏了嘴 那天他其实在网吧里 开了一个通宵的黑 那时候的我 有没有难过呢 我不记得了 其实我总是被人抛弃 该说不说 我早就习惯了 后来他送了我一捧花 我就屁颠屁颠地又跟着他了 在那段聊天记录里 他说我傻 又傻又好吼 每天都给他早起做早饭的我 头一次 只做了自己一个人份的 他穿着松垮的短袖 在桌子对面撑着下巴看我 一双桃花眼总一骨子深情的样子 没我的份是不是 我点点头 垂着眼角面前的咖啡 反正你也嫌弃我做的不好吃 其实我刚跟他在一起 就经常给他带早餐 在那段聊天记录里 他要不就是随便爬了两口 要不就是转身就把我认真准备了好久的便当 送给了他没时间买早饭的兄弟 他坐在我对面笑了一声 我抬眼瞪他 我搓了老婆 清晨的光悠然划进他的眼眸 我总是觉得他对待这段感情比我游人有余多了 我不是不知道他在我之前谈过多少任 他那些技巧 又是在多少个前女友的锤炼之下诞生的 他是我的初恋 一直到现在 我们本来今天要去领证的 其实互相见过家长 两家的房车也已经谈妥 我说不结就不结了 我都能想到周边的人会怎么说我 任性 矫情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儿 就值得那么在意吗 起身走到玄关 今天我本来请了一天的假 因为是我妈找的大失算的良辰吉日 适合领证的 不过现在我又准备去上班了 开门走之前 被身后的人钻住了手腕 他既没有问我今天我们不是去领证吗 也没有叫我走了都别回来了 只是拿一双平静的双眸看我 甚至有点无奈 平静倒让我觉得 我这一番是小孩子胡闹一样 我觉得阿玉的早饭好吃 特别的好吃 他抬手把我走得匆忙 没来得及扣上的领头扭扣上了 我们安静的对视了半晌 太严厉的情绪像是我一触到就会被融坏一般 我退了一步被他拽住了手腕 而后他搂着我的腰吻我 不同于往日的早安吻 这次是想要把我吃掉一样 我有点混乱 坐在工位上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从他的枝固下逃脱的 同事见我来了 滑到我身边 你不是下午去领证 我没看错吧 你热爱工作热爱到这种程度了 我揉着眉心朝他怂怂肩 没什么精力与他解释 邮箱里又躺着一封邮件 和那段聊天记录是同一个发见人 内容很简单 似乎是一张偷拍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穿白裙的女人 拉着行李箱穿过机场的样子 附带了一串留言 你知道他吗 他叫白可心 是苏渊的初恋 苏渊对白可心可是和对其他女人不一样 现在 你还觉得你能留得住他吗 我觉得这种像是小学生挑衅的行为 还不足以让我这个成年人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才对 我关闭了窗口 实现重新集中在报表之上 盯着家业的蝴蝶家 思绪却怎么也集中不上去 我认识他 应该说曾经知道苏渊的都认识他 苏渊娜的前任白可心 明明他俩已经分手很久了 可依旧存在于别人三三两两的言语之中 也是我那时候的噩梦 周边的人都在猜我多久后会被苏渊甩 白可心回来了苏渊这骄傲的不得了的人 是不是还会回头 可我和苏渊在一起到了现在 白可心也没再回来 如今 这奇怪的平衡又被打破了 我皱了皱眉 到了午饭时间 换作平时我该问苏渊中午吃的是什么了 这是我们的习惯 分享一下日常什么的 总是被闺蜜吐槽快结婚了 怎么还像热恋亲一样甜蜜 可看了那段聊天记录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发脑他一个标点符号 我不知道苏渊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很好骗 很好哄的一个傻子吗 他把我玩弄在鼓掌之间的时候 我居然这么一直 一直的喜欢他 一想到这 我就觉得心脏像被人硬生生磨了下的顿痛 这时候手机震了下 苏渊给我发了张照片 三菜一汤 他又问我 吃饭了没 我盯着那张图片看了两秒 而后把他微信给删了 这个点你不是要和苏渊领证了吗 那什么来着 你妈算得良辰吉日 我和闺蜜坐在酒吧里 其实大下午的酒吧根本就没开 不过他自己就是老板娘 不结了 我自顾自的给自己买上 而后一眼 火辣辣的酒精烧喉 我一时没忍住 恍惚了一阵 哟 什么叛你不叛你的 我看了 他和以前兄弟的聊天记录 我低头望着酒杯里的冰块 店里的灯还没全打开 把台的暖光映射起红棕的酒叶 流淌出一盒纯粹的琥珀 他根本就没真心对过我你知道吗 他跟他朋友说我很好玩 说我傻 他说就一点小小的惊喜 能让我高兴好半天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织了好久的围巾吗 我呛了口 闺蜜伸手拍了拍我的肺 哦 这侍儿 话说他以前对你不好 难道不是是个人都看得出来的吗 哈 小玉 苏玥有一点说的对 曾经的你 就是哪怕给你一点点温暖 你就感激得不得了 我是个很容易喝上透的人 所以看面前的人脸庞还是模模糊糊 闺蜜很认真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们以前和你说过多少遍苏玥不是好人了 可你就是不听 不过 这几年我倒挺感谢苏玥的 他现在宠你宠的我都看不下去 你也终于被他咬了点小脾气了 你以前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 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现在 你想想看 逃婚这种事儿以前的你做得出来吗 我的大脑现在还处理不了他的话 只是觉得本安静得轻吧 也有些吵闹了 我撇了撇嘴 那本来就是他的不对 对面的人好像笑了 又好像没笑 我一团乱麻的脑袋 怎么也理解不了他的话 只是凭借着本能一口一口的咽下酒夜 就真的能消愁这件事 是我在大阿的某一天知道的 我都快忘了曾经的我是什么样 那仿佛一段很久远的记忆 我总是淤淤寡欢 总是害怕别人不喜欢我 总是想把自己缩在阴暗的角落 自我认识他那天起 苏渊就是个热烈而张扬的人 是他追的我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看上我哪了 我只能被动的接受他的糖衣炮弹 各种意义上的温柔浪漫 然后没什么定力的我就沦陷了 管不了闺蜜曾在我耳边 三番五次的提醒说他不是个好人 我以为他在坏 追我的动机都该是我哪一点吸引他了 结果不是 是一场再恶劣不过的玩笑 他和他兄弟打赌输了 要随便抽一个雪好追 无论男女 无论性格长相 那个人就是我 不然我和他的人生大概是两条平行线 一辈子也不会有交集 看有一次带我去他的朋友聚会 我头一次发现 我和那些人是有多格格不入 他们身上都会发光 好像彼此都很熟悉 我缩在角落 雾光只能牢牢的黏着苏渊 苏渊的身边来了个女孩子 她和苏渊好像特别熟 女孩子张着马尾 有我从来没有过的灿烂笑容 她拍苏渊的肩膀 向着调侃我 哟 你这次的小女朋友怎么都不说话 苏渊只是看了我一眼 那时候的她只是不以为人的偏了我一眼 后来他们一整个聚会的人 都没再和我说过话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 只要缩在角落里就好 可我又不明白 心中那愈发症疼的难受是什么 那个女孩和苏渊很熟啊 好像是发小 她总是自称是苏渊的兄弟 很自然的约她去网吧打游戏 她的眼睛看到苏渊的时候有光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太狭隘了 我觉得她喜欢她 我告诉自己别这么嫉妒别人 他们只是玩得很好而已 后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逃了出去 不知道苏渊有没有发现我半渡走了 过了很久的第二天早上 她才发短信问我有没有回宿舍 那天晚上 我在小外部的货台上住足了半傻 买了瓶酒回去 宿舍里一位假期都没有人 我一个人坐在那把一瓶酒都喝光了 然后趴在被子上哭 哭了很久很久 我打你电话让你来接她的时候 你不是说有会要开 怎么现在就来了 放心不下她 两个人的对话拉扯着我迷蒙的思绪 穿着西服的人俯身揉我的头 我给躲了过去 别碰我 实现恍恍悠悠的重合 可我还是一眼能看出她的脸 她插着口袋垂着眼安静的望我 嗓音轻轻压压 喝够了吗 我跟着她摇头 她蹲在我身前 这是几 阿玉 竖起的手指我当然看得见 只是恍恍悠悠 她只把我当小孩子了吧 我迷着眼叫真的去数 却猝不及防地被她勾住了脖子 搂进怀里 笔枪之间猛然涌入不属于酒吧的气息 苏渊的身上总有股压抑了很久的清雪松香 混着一股脑凉薄的烟草气 毛毛顿顿的 她就这么抱我 我的视线恍然一不尽半分光彩 孙絮还停留在她大学时候 到底欺负过我多少次 要是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追我呢 赌约是吧 追到了你就分手啊 你干嘛折磨我 我磕磕绊绊地问她问题 她一概都不回答 钻着我手腕的手有点紧 我被她拉到酒吧门口的时候 晚风扬过 她在那之前将西装外套脱下来替我身上 有点大 是不是我现在的样子很好玩 她惊笑了声 我现在喜欢你 特别喜欢 我直直地看她的眼睛 露根细碎的光样在那里 她只是很漂亮 可我看不清那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屈尾 我小声地嘲讽 自顾自地走了段路 她在身后追我 车在后面 你要去哪 谁要坐你的破车 我讹狠狠地 准备走回家 你知道家多远吗 嗯 她叹了口气 走在我身侧 你闲眼你开车走啊 李渔 她喊我的名字 合着晚风悠扬的调 像是挨过了千百遍 潺潺潺潺的 我有的是耐心 你怎么对我都没事 又坦坦荡荡 又明白 我站定 心里某番耀武扬威的恶母角又掀起 那你飞我回去吧 好啊 她弯了弯眉眼 落着月牙轻散而柔和 晚风倒也不冷 似是酒精 我趴在她背上睡了一阵 睁眼时 她还在走 高架桥之下 翻转的红绿灯引着斑驳的光 确实挺眼的 平常开车到闺蜜的店 都要十几二十分钟 我本来也打算做做样子走一半就打车的 醒了 她好像出了点汗 剩下还算得上平稳 百可惜回来了 嗯 她好像才思听到这个消息 你以前也是这么背着她的吗 红灯闪成了绿色 行人在终身穿流 她声音平稳到听不出一点破绽 没背过 少骗人了 我拨起她的领口 无聊的翻弄着 啊抑郁 我就只背过你 她的声线带了点笑音 酒精似乎又那么的上头 我于轰轰烈烈的世界里意识不清 又在她的背上合上了眼 醒来的时候卧室的窗帘还拉着 好像睡了很久很久 什么时候到家的都没感觉过来 窗外丝是扬起磅礴的大雨 室内昏昏暗暗的 我挣了一下 就被身边的人拉紧手臂拽进怀里 别动 带着粘稠的睡音 低沉而苏雅的声音 偏要在我耳边响起 脑袋很疼 这果然是喝太多酒的后果 被窝之外好像是有点冷的 脑海还在萌萌的一团糟 我逼着眼缩了惠儿 宋渊 有人在敲门 我拽了拽旁边的人 她大抵是没怎么醒 嗡了一声就抓着我的手臂俯身亲我 睡得有些乔乱的黑发蹭过我的脸颊 又软又痒 我顶了下她某个部位 她才松手 迷着眼望我 有人敲门 我去看一下 我在床上摸到针织外套屁上 逃离了她的怀抱 她垂着眼看我 正愣了半傻 她的睫毛其实挺长 特别是在早晨她不耐烦的时候 不似卷桥 而是会不经意的在眼瞼撒下片阴影 这时候 她眼尾那颗质就愈发的漫不惊心而勾引人 她扶着左臂懒洋洋的跟在我身后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是整着她手臂睡的 也不知道压了多久了 敲门的人有够执着 我下窗花了点时间 可那人还是没走 本来我在门铃处 就能看见来访的人 可好巧不巧院子摄像头前几天坏了 只得手动去开门 那时候 我还以为只是个需要签收的快递 可我打开了门 风雨一股脑的卷了进来 那天的雨大不大 我好像已经忘了 我只是觉得 我在那正愣了 很久很久以前 没来由的恐慌弥漫开来 我不懂我再次见到她 为什么还是会那么的害怕 门口的女人依旧穿着素白的裙子 她没化妆 却不妨碍她的好看 那双楚楚可怜的双眼望着我 雨水落在她线长的睫毛之上 白可心 他们都说 会把素鸢从我身边抢走的白可心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我身后的人 于是我让他们俩的目光相撞了 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白可心就从我身边窜了过去 然后猛地抱住了愣在那的素鸢 我就像是硬生生被割裂开的局外人 被迫去往那对情侣经历多少坎坷 生理死别得以重逢 而我在上去就是不知好歹 就是纠正巢穴 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让我逃离 门外是连绵的大雨 我承认那个时刻那么漫长 我承认我无地自容 我害她被比下去 那曾深藏于身体之中的卑微 又破土而出般肆意生长 我听说白可心曾在素鸢和其他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回头找过她 她毫无犹豫的就把那个女的踹了 而后重新跟她在一起了一段时间 我没经历过她们的感情 我不知道素鸢今年后 她是不是还会以那样的眼睛看她 原来我还是害怕她 我想也没想的冲入雨帘之中 不知道该怎样去看那两个重逢的人 我甚至都知道那个女的在我落荒而逃之后 会以怎样胜利的表情 可我接受不了那一幕 苏渊会把我抛弃 那明明是我之前每天晚上都在想着的事 雨太大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而且好冷 我下意识的觉得自己要感冒 可我回不去 脑袋还昏昏沉沉的 又要淋雨 刺骨的寒冷 让我猛的抖了下 就在这时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腕 那天我能感受到 她拉着我的手腕的手很紧 她与我一起在纷纷洋洋的大雨里淋湿 把我拉回了家 她从白可心的怀里挣脱了吗 我不知道 可白可心好像已经被她赶出了家 手里握着略显尴尬的雨伞 站在门外 和我一样 不敢置信的望着苏渊 她关门的动作一气呵成 安静的室内 顿时恍然想着沙哑的雨声 没松开我的手 她就这么拉着我往浴室走 薄唇轻抿着 把我抱在了洗漱台上 她冲下了一块干燥的浴巾 涌住了我的头发 直接还勾在我的发肩 有些湿冷 下巴抵着我的颈握 就这么抱着我 缓缓的塌了口气 阿姨 我和你说过 怎么对我都没关系吧 合着暗哑条 她的声音似乎也渗透了潮气 可你为什么总是 这么对自己呢 其实她的身上也全湿了 抱着我说不上有多温暖 可炙热的呼吸全喷洒在耳边 我张了张嘴发现说不出话来 别哭了 嗯 她轻轻的抬了抬我的下巴 我一口咬在了她的肩膀上 确实是 挺狠的 以至于她撕了声 然后搂着我笑了个气音 好像被她抱久了就没那么冷了 我本来浑浑顿顿的脑袋 也清醒了那么一点 我为什么要跑进雨里 这明明是我家 该走的是白可心才对 我莫名有些不爽 所以全归咎于源头是面前的人 可她那二倍我啃出了个牙印 好像还有一点血痕 那天我被她按在洗漱台上 清了很久 夙渊不愿意解释曾经对我的感情 我知道 每到这时候她都会这样把我抱着 像是要把我揉进她的身体 我没感冒 但夙渊好像中章了 这几天一直在打喷嚏 弄得还去做了次核酸检测 她的身体一向好 没想到这次还是让她感冒了 她也请不了病假 年终越来越忙 我准备回老家的时候 把东西一并搬走 最近在收拾行李 我还没跟老爸老妈摊牌 我和苏渊没结婚 晚上苏渊依旧九点回家 她这几天话越来越少 我也懒得搭理她 她好几次都是沉默着坐在沙发上 看我收拾东西 今天也一样 我把沙发上我买的玩偶 最后一个塞进包裹里 该收拾的终于收拾完 她却护地拽住了我的手腕 阿姨 我头好疼 和她往日的声音不同 这次是真带了些低沉 眸色隐喻一片阴影 我看不太真切 你喝了多少酒 我低头看她 这几天她应酬特别多 我知道 可她身上的酒气却并不浓烈 没多少 她弯着眉眼笑了一声 我想收回被她攥着的手 她却忽然把额头贴在我的手腕上 好烫 不仅感冒了 还发伤 幸亏没喝多少酒 野心还在院外亮着 我只得拉着她开车去医院 这个人跟美股似的 很喜欢往我身上贴 我想做副驾驶 阿姨 她的声音已经带了很浓重的鼻音 靠着后排的位置 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真烧糊涂了 总没头没尾的 阿姨 晚上天气好冷 你多传点 你还记得那条路吗 好像是我把你背回家的 阿姨 你会和别人在一起吗 阿姨 我这几天晚回家 是因为不想把感冒传给你 阿姨 你说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失去你 我想和你结婚 阿姨 你能不能稍微胁一下 等红绿灯的空隙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个人喝了酒 原来话会变这么多吗 还是单纯的脑子烧坏了 她还想说什么 我手机灵就小了 看来变 是苏渊的同事 阿喂 嫂子 我想问一下苏格到家了没 她今天喝老多久了 还一直坚持要走回家 我一边应付着她同事 一边从后视镜看坐在后排的人 苏渊是标准的桃花眼 这回也直直的看着我 窗外的流光倒影在她的瞳孔中 一边绚烂 一边又像随时会被淹灭掉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苏渊 惯了电话 我沉沉的问她 外面这么大风 你连打出租车都不会叫吗 你想死吗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为我难过吗 那好像是恍若一刻的沉默 我猛然转移了视线 汽车时过了人行道 窗外的繁华好像永远也弥漫不到车里 缤纷的迷光却斑斓着 她笑了声 像是根本不在意我的回答 阿易玉 我记得的 你讨厌我身上的酒味 事业的急诊依旧人来人往 我挂完号的时候 苏渊已经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着的时候还坐着眉 她这几天是不是变憔悴了很多 我第一次认真的去看她 结果她就睁开了眼 再看到我的第一刻 毛里就忽而见上了笑意 我将降温贴附在了她的额头上 听医生说饮酒之后使用不了抗生素 只得先领口服的要回家 大半夜的整这么一出 我也算被她折腾的够呛 我对好温水上楼到了卧室 刚刚摸她额头的时候 感觉温度已经降了下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在冷敷的缘故 把药吃了 面前的人倒是怎么样都看不出烧的有多厉害 从善如流的就着我的手把药喝了 等我要收回手的时候她却死死的拽住 素晕 我不想去看她的眼睛了 以前我就是坠落在这双眼睛里 她是不是看谁都温柔至词 她是不是总让人以为自己就是唯一 她抬手替我把台灯关了 猛然陷入黑暗里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她拽进怀中 她身上果然太烫了 呼吸一股脑喷在我的脖梗 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听医生说 出汗也能退烧 带着不同往日的低牙 她的宝唇蹭过我的耳尖 我很累了 素晕 嗯 她应得慢不惊心 可是抱着我又没了下一步的动作 窗台的月光于她的眼眸里 凝晃晃的荡漾成琥珀 我以为她如往日般什么都不会说 可她今天或许真的有点傻 还记得大二的时候吗 我们跨年去看过烟花 她的声音又哑又轻 其实那天 我良心也有点过不去了 我无论怎么对你 你好像都能找到为我开脱的理由 我就想着那天看完烟花 我就对你说分手吧 为什么不说 素晕 我问她 因为喜欢上你了 还真是 坦坦荡荡用那么苍白的理由啊 她的手搭在我的腰际 将我拉进她的怀里 其实在之前的无数个日夜里 我们的呼吸都交融过 我总以为她一直都是那么深刻的爱着我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的 我曾经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真的怕你不再是我的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可以瞒 我能瞒你一辈子 黑暗之中 她似是浮在我的肩头说话 闷闷的 我看着月影露下的光 我的人生 她其实很简单 她本来是一个平庸悠长黑白的世界 我本来在那困顿与荆棘的 囚龙之中狗言残喘 可是有个人就像是太阳 她不仅给了我光 还让我拥抱她时 被那份炽热深深刺痛 便要搅起一潭深水 把本不想叫的两条线 纠缠得纷乱如麻 冤啊 你给小玉切点水果啊 坐着干嘛 当我坐在苏渊家客厅沙发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突如其来的疫情 能把我原本的计划打翻的彻彻底底 已经回了老家的闺蜜告诉我 新发现了几十例病例 全程警戒 我已经回不去了 于是两家父母在不知道 我和苏渊已经掰了的情况下 共同商量今年过年 我就先在苏渊家呆着 苹果快已经销好了皮送到我嘴边 我在伯父伯母的注视下 麻木的张开嘴被苏渊喂了进去 苏渊神色如常 甚至还有心情抬手揉我的头发 伯母一转身回厨房 我躲开了他的手 他就像 也不在意 来我房间玩玩 他不由分说的拉住我的手 拇指摸索过我的指尖 反正你也逃不掉了 苏渊的房间里 摆着一个拼好的恐龙骨架 好像是哪一个假期我买的 他在打游戏 我就在旁边拼这个东西 后来我拼了一半拼不出来 甩在了他那里 没想到他给拼完了 我凑近看了看 工程量还蛮大的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拼的 他的房间和我上次来的时候 依旧没什么区别 冷冷淡淡的风格 我送给他的多肉植物 还在被博武养着 你准备怎么跟你妈说 房间里正好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又重提了那件事 我和苏渊 父母双方都特别满意 本来已经倒讲好了彩礼和婚礼筹备的事儿 可我不想结了 苏渊看着我不回答 我看了口气 他坐在床上 一用力拉我 我就被他拽着栽进床里 他帮我抱得特别紧 这几天一说到这件事 他就这么对我 先等疫情过去吧 阿姨 我们不急这一时 对不对 这几天将成是阴天 要下也不下的雨 窗外都是沉沉的乌云 沉闷的光影就那么静悄悄的渲染着 他的手机小了起来 他就这么搂着我接电话 是一个我能大差不差听到电话内容的距离 好像是他发小知道他回来了约他打游戏 我陪我老婆呢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握着我要的手紧了紧 不是 你一天都冲不出来啊 嗯 下巴轻轻地压在我的发顶 我跟你说 男人有的时候也不能全听老婆的 他发小大概也不知道我就在他旁边 说起话来肆无忌惮 苏渊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勾过我的发丝 缠了一圈 剑劝不动他 发小改为了哀嚎 渊哥 你再也不是我的渊哥了 我就舔 说完 苏渊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 这家伙一天到晚变成光守护家人小姐 舔的是个纸片人 他的纹落在我的发顶 至少我舔的是三次元 没什么好笔的吧 你哪里舔我了 我想推开他 他不让 当时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舌尖轻轻地蹭上我的耳间 是陆陆的触感转瞬即逝 你舔还真是字面意思上的舔了 我被这么点带着调情意味的动作下的睁开他 这次他从善如流地松开我 眼眸轻轻朗朗地垂下 嘴角还未勾着 不逗你了 玩游戏吗 阿一宇 苏渊的房间有个专门打游戏的电视机 沿上手柄就可以玩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 苏渊越来越喜欢带我打游戏了 我记得以前他打游戏都叫我别烦他 我打游戏 十年如一日地坑 可他从来都不生气 他只是会笑 他朋友曾偷偷地跟我吐槽 他要是像我一样跟苏渊打游戏 苏渊得把他宰了 我玩的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游戏 类似于操控人物闯关的多人在线 许是很久没打 我怎么操作都不得尽 当我再一次调出赛道 他忽然从我身后搂住我 握着我的手带我转手柄 被人这么搂着玩游戏感官本来就不一样 手指几乎是被他按着操作 他没怎么费力的就过了几关 气定神闲地来到决赛圈 说实话 苏渊打游戏蛮有天赋 据说他好几个游戏段位都挺高 高中的时候还有俱乐部的清训找到他 我莫名地看他这样顺风顺水的不爽 在他一决赛圈角逐的时候 我猛地不随他的动作 往反方向操作 于是人物走歪了 而后掉出去出局 他松开手柄低头看我 我不甘示弱地蹬回去 他笑了声 就着这个姿势 把我的脑袋按住亲了我一下 要不是他妈在门外喊我们 我总觉得他眼里的预设 就得对我实施下一步聊 晚饭特别丰盛 有时候看着伯父伯母 对我欢喜的眼神我就愧疚 所以晚饭没什么胃口 我也吃了挺多 白茫茫的雾气弥漫上玻璃 倒真有了几分黏胃 吃过了饭 素渊在客厅的门廊等我 说是要去散步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散步了 他俯身替我将围经理好 埋在我耳边跟我说话 在想把我看到的所有美景 给你看的时候 这几天 特别是知道我回不去了 素渊看我的眼神 变得有点不一样 那里面像是疯狂地 滚动着什么东西 不留意会被他吞噬掉一般 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他根本不介意 无比自然地牵起我的手插入口袋 市中心的古城 今天会有灯光秀 吃过饭来着散步的行人也挺多 举着糖葫芦的小孩从周身窜过 见我盯着他们看 素渊捏了捏我的手 想吃 围着卖糖葫芦大爷的人有点多 我本就不喜欢往人堆里挤 皱了皱眉 刚想说算了 素渊就松了我的手 在这等着 穿着那一身昂贵风衣的他 就这么钻进了市井小摊 我远远地看他 素渊比我还不喜欢这种人潮涌动的地方 可是他为我妥协着干这种事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 是啊 他是从什么时候对我好的呢 回过神来的时候 周边的人都已经羡慕我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 以至于我自己都渐渐忘了 他曾经对我做过什么 闺蜜说得对 我本来就是割别人给我一点温暖 我就无所招架的人 你是 你遇骂 突然有一个男生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头去看 一位穿着格子衫的男人歪头看我 鼻梁上夹着金丝颠眼镜 我迷茫地望着他 我啊 何耀之啊 学妹 你忘了我了 也难怪我想不起来 我的同门师兄何耀之 今年之后和曾经差别还蛮大的 他在我大学的时候 为我论文提供了不少帮助 只是后来好像出国沿选 我们这次就再也没有联络 没想到能在江州这个小城再次遇见 我挺高兴的 你现在真是一屌人才啊 师兄 何耀之一被夸旧脸红的特征一出来 我才恍然发觉他还是以前的他 他那时候算是半个妇女之友 人腼腆又老实 我们班一班的女生都喜欢调侃他 苏渊曾跟我说他是gay 我还觉得颇有道理 哈哈 在国外历练了几年 他挠着头 时不时抬眼看我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你今天 是一个人吗 啊 不是 我跟苏渊来的 哦 那你们快结婚了吧 我面上猛然的失落 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他熟 也仅限于朋友关系来着 哎 是啊 你这么优秀的人 也应该跟苏渊在一起的 现在想想 我大学给你写的情书还真是搞笑呢 你还跟我写过情书 我猛的抓住了盲点 是啊 他眨着眼睛问我 我完全没收到过 我刚想继续问下去 一只手扎在了我的肩膀上 哟 这不是那谁吗 苏渊虽然是笑着的 可我总感觉他眼里没什么笑意 甚至 捏着我肩膀的手有点紧 苏 何耀之的反应比较有趣 他的脸刷地变得惨白 我没搞清楚状况 想去扶他 苏渊猛的拉住我的手腕 他没事 声音冷冷的 是 是 面前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苏渊拉着我的手快步走着 我被他钻地手腕有点疼 嘶了声 他才放开我 你何何要之认识 苏渊 我抬头问他 才发现他和往常不一样 我有多久没见他不笑的样子了呢 他的眼眸黑得像一汪声弹 危险到我觉得里面真的藏了些什么猛兽 他的手指冰凉 轻轻地蹭过我的下汗 为什么要对他笑 为什么要关心他 你准备甩掉我跟他在一起了吗 嗯 我躲开他的手指 他今天的反应太奇怪了 总让我有点不好的预感 没有 你在说什么 你别告诉我你吃醋了 苏渊 他吃笑了一声 手指不安分地拢过我的头发 是啊 所以你离他远点 我就不离呢 你偏要惹我生气 是不是 阿易玉 他笑起来也没什么笑意 道已经天阴阴沉沉的天气颇为合适 可是你以前也是这么对我的 我连说你别跟那些女生玩的勇气都没有 我和他对峙了半嗓 猛个掉头往回走 他愣了一两秒 追上我 我花太冲了 阿易玉 他想牵我的手 被我甩开了 女生真的是又矫情又让人搞不懂的生物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心里再难受个什么劲 想转头条里清晰地跟他说 眼泪先一步掉下来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哭啊 他认错的速度特别快 我不问你了 是我的不对 不哭了 嗯 我吸着鼻子 我又不想让他觉得 我在跟他使性子 我抬头 望着他的眼睛问他 和药之上学识给我的情书 都在你这 对吗 他只是争论了半嗓 而后吻了一声 可你那时候的男朋友是我 所以我连他喜欢我这种事都不能知道吗 阿易玉 他握着我的手腕把我扯进怀里 低沉的暮色在他的眼眸里流淌 那里有我不曾见过的东西一闪而过 我以前总觉得 女朋友说欢迎是好事 可你不一样 我不想让你的好被人发现 不想让别人喜欢你 我怕你被人夺走了 我也怕你发现我以前干的事 你就不要我了 结果你真不要我了 所以这叫什么 棒一马 回去的路上 我们俩都相对无言 这条路跟永远走不到头似的 一溪的路灯光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 我的脑袋乱到找不到头绪 我以前只是觉得他好 特别好 什么事情都会依照我 就连吵架也没过一会就举手投降 我从不知道他还背着我干过什么 保护我的也好 隐瞒我的也好 那是我头一次发现 我也太依赖他了 房子是他给我买的 车子是他给我买的 工作在和他有合作的公司 他的存款大概是我的几倍 在我面前永远温柔的笑着的他 在别人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会不会已经是被他拿蛛丝束缚起的猎物 无处可逃了呢 前面的苏渊猛的停住了脚步 择了一声 迎面走来一个淡黄色长裙的女孩 我记得她 以前和苏渊关系特别好的发小之一 刚认识的时候在KTV问苏渊 我怎么不说话的那位 那个女生本来在低头玩手机 而后看见了我们俩 准确的说应该是见到苏渊之后 跟见了鬼死的 仿佛不想在他面前多待一秒 不和人家打个招呼吗 我回头去看那个仓皇的身影 一一一 他有点无奈的喊我的名字 我记得你们以前关系很好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不停的喜欢翻旧账 可苏渊那双什么都看透的眼神 总让我烦躁 我跟他绝交了 苏渊低头拿钥匙开后院的门 绝交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低头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没言要笑不笑的 总感觉很危险 因为是他把那段聊天记录发给你的呀 果然 苏渊早就知道是谁把邮件发给我了 应该是那个人不仅把记录发给了我 还以此威胁苏渊 没想到反对他摆了一道 见我这种反应 他不顺在意的笑了一声 转身从小仓库里拿出了两罐啤酒 在我面晃了晃 今天 陪我喝最后一次吧 阿姨雨 喝完 我就放你走 那眼眸里忽而连起的笑意 随着晚冬的风里去 我知道 这次他是认真的 我第一次来苏渊家的时候 他就带我爬了他家的房顶 带着院子的两层小洋房 苏渊从小到大就生活在这个家里 我刚来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还有人会爬上爬下地上屋顶 从二楼的阳台爬梯子上去 其实还有点高度 能亏见整个院子的全貌 那天 他就是带我来这喝酒的 今天也一样 我居然变得清车熟入了起来 房顶的瓦片有点滑 他抓着我的手 南方冬天的晚风 好像也没那么肖色 院子里的树还有几颗孤零零的叶子 拉开啤酒罐的拉环时 他发出吃的一声 我悠悠扬扬的思绪啊 就像是会被封一股脑地带远一般 那天晚上 我本来特别高兴的 他的声音也是 好像有点远 我听不真切 还记得吗 我们说好了第二天去领证 我路过一家喜糖铺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一个人踏进糖店 原来他那天身上柠檬糖的味道 是这个 我每次和他们喝完酒 都会在楼下吹半小时风 因为你不喜欢酒味 其实 我列了个清单 你每年的生日 我都想好送你什么了 送到你三十岁 四十岁 他的眼力是月亮 他笑着 我说这些 不是想让你可怜我 不是想挽留你 我再也没机会跟你说了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结婚 是不是 我没想到 是他主动提这个话题 我好像过了很久才回答他的话 他期间就一直那么等着我 有那么一刹那 我希望他可以生点气 这样我就有理由告诉我自己他对我并不好了 嗯 好像也不意外我的回答似的 他点点头 继续问我 这次我明白了 他想这个场景 估计已经想很久了 离开我之后 你准备住哪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要我的房子和车 但你妈已经改嫁对吧 你跟我说过 你讨厌你那个同母义父的妹妹 我还有点存款 我能租个公寓 合租吗 租多大的 跟谁租 苏元他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着我 我有的时候觉得他已经不是他了 说起来 他其实看什么事都看得很周全 他总是会往长远的地方想 除了 对我 遇到我的事 他就会被困于方寸之中一样 他会现一步想去哄我 阿姨玉 我在龙城有个公寓 不大 水电暖气都有 他们那的安保系统很好 而且也靠建设中心 你住那 好不好 不是施舍 是分手费 当那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还是无可避免的空了一下 苏老板 还真大气 你可以把他留着给你静候的女人了 我吸了吸鼻子 啤酒也灌入喉咙 其实没那么多灼烧质感 只是有点凉 太凉了 他就笑 撑着下巴看我 哪有你大气 什么都不要 白陪了我七年 他这么一说 我又觉得我亏死了 好像是一场很漫长的沉默 随着嘘嘘叨叨的风绕过我们 他明明在我身边 可是我头一次觉得 他要离我而去了 这种落寞忽而又让我烦躁 走就走了 我真的缺他吗 阿姨玉 我等你 他突然轻轻的开口 十年 二十年 你要是玩够了就回来 受伤了就回来 你要是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要是河水结婚了 也别告诉我 我怕我控制不住了 打抱你昏车车肘 到时候你不开心 我也会难过的 漂亮话谁都能说 我抱紧膝盖 晚风掀起发丝 一股不知名卷着潺潺时光的香气 就往鼻腔里钻 是啊 可我爱你 我可以背弃世界上的所有人 但我不会背弃你 我可以在暗地里对所有人耍心机 但我永远都不会对你说一句谎话 我可以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暴躁的人 但我绝对不会对你生气 这是我跟你求婚那天 我告诉我自己的侍儿 我手中的啤酒罐被他拿走了 晴朗的月是弯弯的牙齿 他拽着我的手腕把我搂进怀里 他的身上一如既往的有那股血松的香 是我在他生日那天送他的 伤害我的是苏渊 欺骗我的是苏渊 耍着我玩的是苏渊 可对我好的是他 不要命地宠着我的是他 那天在荒芜的街道上 一步步把我背回家的也是他 不同于往日的拥抱 他死死地搂住我 我望着头顶的月 树影摇曳 他叹了口气 悠扬的晚风铲犬 可我很多年后 我还是会想起那天晚上 苏渊说他风里雨走了 可他抱得那么紧 月色之下有人轻轻地低难 像是随时会被风给阳散 我真的后悔了 阿一雨 今年 二公司的商业酒会 基本上是年末上层名流聚会的地方 我转了转手中的香槟杯 在余光扫道有几个打算靠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思考该怎么开脱了 结果还是被逮住 银总 你对华西那快递是什么想法呀 肥头大耳靠过来的的人是房产大亨 不过此时我才不觉得 他是想正跟我探讨一番 要不然他也不会直接问出来 他看上的是我 而且还看不起我 我皱着眉躲开 不想与他多扯 没想到他还上泡了 就要往我身上蹭 银总一个人经营公司很辛苦吧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适不适得找个落脚出了 哥哥呢 哥哥有的是钱 你要是从了我 有人扯了我要一把 把我扯离了王总的呼吸范围 王总拿一块地就想收了银总 瞧不起谁呢 一如既往含着笑意的声线 可在场却没有谁能笑得出来 苏渊就是指笑面虎 这个道理连在上场沉浮不久的新人都懂 看着王总晒晒离去的背影 他凑到我耳派说话 毕竟我拿我自己都没收买你 对吧 我拉眼了与他的距离 你跟他本质上有什么差别 有啊 苏渊不在一地怂怂间 你不爱他 爱我 我什么时候爱你了 我仰着头瞪他 阿玉 你为什么跟我分别六年了 还不和别人在一起 还遇不上喜欢的人 你忘不掉我 对不对 他猛地凑近我 琥珀色的眼眸 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 倒然认真的声线 搅得我心乱如麻 叮叮一声 是他的酒杯与我的相撞了下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呵呵 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呢 说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啊 这愿不愿意嫁给我 你要是愿意呢 你在黄泉路上就有个伴 我就在黄泉的路口等你 我一辈子都不愿意